原国民党官员妻子看望毛主席,见面后,主席正色道,没给我带点东西。 1951年,一位青年女性走进了毛主席的书房,谁知刚一见面,主席就向她抛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那么,这位青年女子是谁?毛主席对她的态度又为何如此严肃?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来到中南海淮仁堂的这位女青年,名叫陈国生,是毛主席堂妹毛泽健的养女。 按理说,陈国生在毛主席这里连亲外甥女都不是,只是堂妹的一个养女,并且她丈夫的成分也不是很好。 毛主席与陈国生属于素尾谋面,带入一下就知道陈国生的心理压力究竟有多大。 毛主席愿意见她的原因,实际上跟她的亲生父母与养父母都有关系。 陈国生的亲生父亲叫梁泽南,母亲叫陈书源,1922年出生于湖南。 在陈国生六岁时,梁泽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时国民党追得很紧,母亲作为离梁泽南关系最近的亲属,自然被国民党一直追着咬。 这些人没有撬开梁泽南的嘴,就想从陈书源这里打开突破口。 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想法,陈书源也明白。 刚开始她只能带着六岁的陈国生东躲西藏,时间一长她就发现这么下去不是个事,自己带着一个孩子目标太大。 而且孩子还小,万一出了什么事,丈夫可就连这最后的骨血都保不住了。 这天,陈书源左思右想,决定将陈国生寄养到她的外祖母家,并且对外说这是自己弟弟陈芬的养女,还让女儿改姓陈。 这么做,既可以让这个孩子跟他们夫妻二人断开关系,不至于被敌人猪脸。 而陈书源的弟弟陈芬就是毛泽健的丈夫。 这么来看,陈国生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确实是毛主席的外甥女,而非是简简单单的毛泽健的养女。 但天有不测风云,陈芬与毛泽健夫妇先后被叛徒出卖,不幸壮烈牺牲。 与毛泽健一同牺牲的,还有他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亲生父母是劣士,养父母也是劣士,在外祖母家平安长大的陈国生就成了两个家庭唯一的寄托。 再加上毛主席与小妹毛泽健感情甚堵,毛主席自然对陈国生感到分外亲切。 虽然国有国法,毛主席有原则,讲法理,自身作则,不为亲属朋友开后门,但有一件事却是万万不能做的,那就是含了烈士的心。 毛主席见到陈国生之后,上下打量了他一下,忽然严肃地问了一句,没给我带点东西来。 此话一出,可算是让陈国生惊了一下,自己远道而来,还能给毛主席带什么东西呢? 他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么陈国生为什么要来到北京? 毛主席对他的事情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陈国生来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却被毛主席一句话问得手足无措,他究竟来北京是为了什么? 其实毛主席问的问题是在跟陈国生开玩笑,陈国生能独自来到北京并顺利见到他,肯定是事先有他的授意。 毛主席的这句没给我带点东西来,实际上问的不是礼物,作为国家一把手,陈国生能带来的物质资源,毛主席都不会缺。 他的意思是问陈国生的养母,他的堂妹毛泽健有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东西,诸如书信一类。 陈国生的养母毛泽健出生时因家境贫寒,便被过继给了当时条件较为殷实的毛主席父母做女儿。 童年的毛主席对这个堂妹还是很有好感的,两人在一起算是度过了一段比较快乐的童年时光。 1921年春,毛主席因党组织活动的缘故回到韶山,听闻了毛泽健被他的家人送去做童养席的事情之后, 当即将他接回家中,并帮助妹妹解除了这一不合理的婚姻。 之后,毛泽健随毛主席来到长沙读书,其实毛主席刚开始并无此意,是毛泽健主动跟他要求的。 同时他的心里也明白,这次学习机会实在是过于来之不易了,所以在功课方面更是加倍努力。 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毛泽健就修完了别人五六年才能修完的课程。 毛泽健来到长沙读书的童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之后,毛泽健就和毛主席一样走上了一条领导学生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道路,并且由于其女性身份, 他还领导了妇女革命运动,可谓是与他堂兄毛主席的青年时期相得一张。 1923年,毛主席被军阀赵恒体通缉,临走前为了避免唐妹遇到麻烦,将毛泽健改名为毛打香,并委托好友夏明汉将毛泽健介绍前往衡阳。 同年,毛泽健考入省力第三女子师范学院,简称三女士。 毛泽健在三女士就读期间,经常在课余时间跟同学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解读国民政府的无理政策,并为同学们介绍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 当时,毛泽健所在的三女士校长,叫欧明高,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伪君子。 在日常的工作学习中,欧明高经常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利和地位,在学生面前大秀优越感,三女士的学生们心中早就对他有所不满。 毛泽健在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和几个同学一起秘密对欧明高进行调查,果然查到了欧明高伙同学校财务,侵吞了教育局下发给学校的伙食费,并带头对其进行了揭露。 最后,欧明高在学生们的压力下不得不低头认错,并且答应立刻采取措施改善学生活事。 俗话说民不与官斗,学生当众服了校长的面子,这让欧明高怎么下得来台? 于是,欧明高决定寻找手段来从思想上控制这帮学生,他选择的方法是找一个老和尚来给学生们宣讲佛法,企图用这种方式来引导学生。 但毛泽健可不吃这一套,他直接开口问道,敢问欧校长,三女师是寺院还是学校,你是主持还是校长? 这里,自然是学校,我当然是校长。 好,那既然是学校,是不是应该学的是知识,那给我们听这些有什么用?难道你想让我们都去当尼姑? 我们要学习,不要当尼姑。 顿时,珊瑚海啸般的抗议声越来越大,欧明高汗如雨下,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些女学生的胆量竟然如此之大。 之后,欧明高迫于压力辞职,毛泽健被推举为区委委员,分管附运和学运工作。 那么毛泽健之后又遭遇了什么? 他的壮烈牺牲又是因为什么? 陈国生的养母毛泽健是毛主席的堂妹,为积极参与革命事业,推崇新思想,性文化, 最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牺牲。 那么,此次陈国生来找毛主席到底所为何事? 1925年冬天,在毛主席几年的撮合铺垫之下, 省力三师毕业的陈芬与省力女三师毕业的毛泽健终于走到了一起。 婚后,二人一同前往磊阳进行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 陈芬还曾经乔装打扮,只身刺杀了磊阳地区有名的恶霸杨云熙,自此声名大振。 1928年,白色恐怖开始笼罩着整个恒山县城,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之下,不断有叛徒出现,让党组织的情形急转直下。 考虑到毛泽健和陈芬的身份大概率已经暴露,党组织命令他们二人迅速转移。 但此时毛泽健已经怀孕八个月,为了不拖累朱德的部队行进,陈芬,毛泽健夫妇主动留下来打游击。 这天,陈芬来到了自己昔日好友王贺林的家中,促膝常谈。 不料王贺林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暗中给敌人通风报信,于是陈芬不幸被捕。 陈芬被捕后,敌人从她的嘴里没有撬出来任何情报,本来敌人准备押她回恒山县城里接受审讯,但又害怕夜长梦多,途中恐生变故。 于是直接将陈芬在押解至县城的路途中残忍杀害,此时陈芬仅有25岁。 本来毛泽健已经被井冈山派出的红军部队找到,但毛泽健说什么也不愿拖累大部队行进,他说红军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自己独自藏身在一位孤寡老婆婆的家中等待自己临产,之后再从长记忆。 很幸运,毛泽健顺利挺过了生产环节,母子平安,但孩子嘹亮的哭声吸引了敌人的注意。 毛泽健不可避免地被敌人抓住,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曾经被毛泽健与陈芬打倒过的猎身鲁庆轩。 原来鲁庆轩用金钱打通了关系,当上了县长,听说陈芬与毛泽健被通缉,他立刻亲自前来想要报当初的一箭之仇。 姓毛的,可终于让你落到我手里了,你求求我,说不定我能放过你。 但毛泽健丝毫不拒,他硬气凛然地说道,鲁恶鬼你休想,要杀要寡随你便。 1929年8月20日,毛泽健在刑场当中被处决,英勇就义。 毛主席在得知之后也是伤心欲绝,以为毛泽健没有后人存活于世了,直到他知晓了陈国生的存在。 大喜过往之下,毛主席委托表兄文韵昌去调查陈国生的情况,结果证明,陈国生的确是毛泽健的养女,也是毛泽健的外甥女。 于是,毛主席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外甥女也是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关系,虽然他没有给陈国生提供工作,而是让他在老家自己找。 但是毛主席当面跟陈国生核实了他那个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丈夫时,仔细了解了情况,发现这个外甥女婿也是穷苦出身,手上既没有人命也没有为非作歹。 于是告诉陈国生无需担心这方面的问题。陈国生十分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帮助,在他的孩子长大之后,还曾经来到北京,看望过几次毛主席。 在毛主席的眼里,看着这个外甥女成家立业,生活美满,或许就是对妹妹毛泽健最好的纪念。 看完这段有关国民党救人员妻子,看望毛主席的往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